所以現在我們可以介紹說話 是甚麼是歐洲的漫畫 這個名字 比特格利庫 你們現在能看看是他的故事的漫畫 他是很厲害 他去年在光蘭國際司機入外了一個月 一月半努力工作 因為我告訴他可以去哪裏 是很好的地方去做漫畫 所以他做漫畫是他的 他可以喝了這裡才光蘭 去年 這個是他的朋友 也是很厲害 在歐洲是這個二個三個 佛格利亞 不知道怎麼說中文 佛格利亞 對 對 他們是三個很想年輕的 40歲 很厲害 世界上很厲害 都做這個富士 富士的漫畫 都是東方 以後這個是我的網站 就是 Konstantin Kalinovich 他是俄羅斯 俄羅斯人 他現在是55歲 他也是富士東方 可能現在第一個 第一個世界上 是這個東方 做的富士 就是 Konstantin Kalinovich 對 以後也有很多別的富士東方 在法國、意大利也有一個 德國沒有 波蘭他們有很好 那個 木板 很像木板 那個 Linovich 你知道嗎 這個軟的 我告訴你們 那個 他們做很大的焦板 黑色白色這個 這個軟的 麻焦板 對 因為他們的老師 在波蘭很厲害 世界上很有名的 他們做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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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別的東西 不用東方 不用那個木板 所以這個軟的 麻焦板 對 所以都 那個 波蘭的 大學 他們做 可能都 這個棒 很厲害 真的 我們必須告訴我們 是很厲害 以後 俄羅斯 有三個人 他們都 做這個 同班 同班花 呃 吃我 飯客 玩花一點 是很厲害 的